好吃的面包到底安不安全呢 专家说通常的天然食材 只有在刚出炉的时候香味最浓 假如说这个面包呢 蛋糕放了两三天还是很香 那就是加了人工香精了 在天然的芋泥馅里 加上紫色的芋头香精 搅拌一下原本颜色灰灰 没有什么香味的芋泥 马上变成鲜艳的粉紫色 而且只要一滴就能发出浓郁香味 这个比较香 颜色比较深比较香 对 样子呢 你觉得哪个你觉得会比较好看 这个 实际把两种芋泥做成芋泥面包 天然的烤过以后 芋泥颜色变得更灰白 但是加了香精的芋泥 依然呈现饱和的紫色 面包师傅说 一般面包蛋糕只有刚出炉时香气最浓 假如放了两三天依然很香的话 可能就是加了人工香精 它的颜色就是差不多这个 比较淡紫色而已 可能如果它有加一点点香料加提味的话 可能会比较暗再深一点点 就连最普通的白吐司也能染色 天然的吐司颜色会带微微的乳黄 如果太纯白可能就是漂白过 面包师傅说香精如果品质不好或加太多 在口中咀嚼久了还会发出苦味 但毕竟一般人不是专家 加上现在香精也染上塑化危机 这段时间还是尽量吃天然食品比较安心 认识来秋运熊丽小凡台北新闻 好 好